多元的青春創意在展区内绽放 汇聚成精彩的设计盛典 青春设计节迈入第14个年头 今年再度选在博二艺术特区举行 前几年当然是因为疫情 所以大家都会有点 在办理之前都有点浮动不安 那我们可能有一年也变成是线上 可是我们今年很开心 疫情终于趋缓而且过了 那我们今年可以看到大家 又可以很踊跃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自28所学校的学生们 齐聚一堂在博二的八栋仓库中 展出超过840件作品 发挥青春力量 争取在总奖金高达158万元的 青春创意设计竞赛中拔得头筹 那其实青春设计节 它其实想要提供给 即将出不出校园的这些年轻的 设计师们一个舞台 今年的竞赛特别邀请在各领域中 具有代表性的设计师组成梦幻评审团 期望学生们能积极发挥创意 这个设计竞赛我们的评审团 都是一时之选 我们的评审老师一时之选 可能也会是同学们 你的梦想的偶像的设计师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评审团来 评审的过程当中跟同学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指导有一些讨论 我们希望这些在过程当中 在你的这样一个臂展的呈现里面 可以对你未来的创作 未来的设计有一些启发 除了校系展区外 今年的国际主题展区 还特别邀请致力于设计思考 与创新思考的日本设计师 泰刀川音符以及高甜威 还有四位旅日台湾设计师一同参展 透过国际交流碰撞更多火花 那我们这几年也发展一些 我们希望有一些策划的展览 所以我们今年也请了 韦哲老师来帮我们策划一个国际的展区 那今年的主事决 我们也特别的找了冯宇 设计师冯宇 来帮我们重新界定我们这个整个主事决 其实我们对于设计师跟设计力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视的 青春设计节级日起正式开跑 学生们大展身手 要为观展民众带来最具青春活力的设计之旅 记者潘志光 苏宇文 高雄报道